订阅傑斯频道 Like和Share我们的影片 集结力量 为自由攜手守护镇上 2019年7月1日的 占领立法会案件 终于有了结果 判决又是比预期中 重了很多 14个被告 12个被告都是暴动罪成 只有两个记者 判罪名不成立 判进入或逗留在会议厅范围 罪成判罚款 大家最关注的就是 艺人王宗耀 判了74个月 即是六年龄两个月 因为他没有认罪 所以理论上 就会有 1.3分1扣减 但是 23条立了之后 连这1.3分1有没有扣呢 其实也存疑了 所以 只有两个可能 见到王宗耀放学的时间 要么就会在29年 要么就会在 大概是在3031年左右 6年 30年 200年 或者30年左右 一个可能在200年 一个可能在30年 OK 相当难以想象 相当难以想象 其实他不是最重的一个 另外还有两名被告 是判到80 到82个月 另外还有 比较关注的是 47人案的 刘永康和周嘉诚 因为他们有刑罪 他们的刑期都相当之重 就 刘永康三尺 54个月20日 接着 不要忘记 如果我没有记错之前 还有一点点线华案 希望我没有记错 就算当他没有 也很恐怖 因为47人都没判 他们坐了大概三年 都是36个月左右 我当他们之前都没有负责 在现在的刑期 从现在已经没有 fim到三十多月 falando 47人判刑 exist 如果判刑 thumbs up 加上 oldu 刘永康和周嘉诚 简单来讲就是面对一 stem 接近十年或者 超过十年的刑期 即自己跟他们说 差不多是在十年後 唯一我預測可能會好一點應該是 孫妖蘭 港大學生會前會長 因為他應該單獨一條褲子 也還押了一段時間 他現在判57個月 按照計算 可能樂觀點看 應該只剩下十多二十個月 可以看到他 這個是我 目前剛剛判了很笼統的計算方法 孫妖蘭一定會知道自己的終點在哪 很清楚 王宗堯應該過幾天也算得到 但是變數也是會 但是無論是誰都好 這十多人都可能要 等到23條立法之後 慢慢要經過一段時間才知道 監防的三分一扣減有沒有 因為有和沒有 大概這群刑期的分別是年多兩年的分別 即是有是坐小年多兩年 沒有三分一扣減要坐多年多兩年 所以 很誇張 很恐怖 當然大家都會很傷感 但是 我們都要很無奈地面對 劉詠康和周嘉誠都是在赤柱坐的 劉詠康我就沒有什麼撞過他 周嘉誠偶爾也會撞過他 他也是單獨囚禁 我記得跟他聊天也是在說 那些示範 哪些好吃不好吃 大家都盡量 找一些比較輕鬆的話題去說 不過他們幾個人的求情 在早幾天 做一段時間的求情 我覺得香港人都要銘記著他們的求情 劉詠康的求情 其中有這麼說 他說就算讓他選擇多一次 他也會進去 立法會 在那晚 寧願坐牢也不想看到有人受傷 因為他很擔心 裡面有很多人 想著同歸於盡 想著是一個end game 很多年輕人當晚 他說既然這樣是犯法 我願意扶起責任 我同情示威者 願意跟他們一起坐牢 他也在庭上問法官 在求情的時候問法官 他說多年來 你有沒有曾否親身了解過 坐牢人士的生活 形容過去幾年 坐牢失去自由 錯過很多人生重要的階段 每天見到拍拖超過九年 他的女朋友 為他奔波操心 犧牲生活 令他的人一起受罰 他形容自己 想法有很多的改變 曾經考慮過 在求情的時候 說一些立場很鮮明的說話 或者說一些法庭適合的說話 但是 或者是會令到 支持他的朋友失望 他希望出獄之後 做回一個稱職的男朋友 完成學業 過正常的生活 但是不會改變 他自己對香港人的那份情 亦會保持善良和順真 這是劉永康的求情 周嘉誠的求情 周嘉誠的求情 當日闖入立法會 大多數人都感到恐懼 因為害怕 凝法 和隨時會加諸於自己 而所有合法的手段 都似乎不能阻止政府 基本人權自由被威脅的時候 危急存亡的感覺 更驅使自己 以更激進的方式去抗議 故此決定走進立法會 發出更大的聲音 引述 他引述 馬丁路德金的說話 他說暴動 是不被聆聽者的語言 Riot is the language of the unheard 當管治者譴責暴動 但是不用等同的力量 去修正不公義的時候 一個地方只會 一次一次 暴力和掃亂中 在輪迴 他說沒有人想激進 香港人變得突然激進 不是一時衝動 而是一種走投無路的侄夫 他們倆都很負責任 去承認他們自己做過的事 還有包括孫曉蘭 孫曉蘭在他的求情裏 其實他 有一點點為他自己要凝聚而內疚 其實真的不需要內疚 他也有說到 多謝身邊的人對他的支持和愛護 他會帶著這份愛 記掛著 還在不同崗位 努力守護這個地方的人 好好地度過獄中的日子 他說由此至終都沒有 為爭取自由 公義 民主 而後悔 2023年 我在香港 身在露獄 但是我的思想仍然自由 我們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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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ud of 我們有這些年輕人 但是我們亦為他們受苦 很痛心 我們所做的事真的不多 希望大家為他們討告 希望他們在 接下來這段牢獄的日子 繼續好好地過 我相信一件事就是 在天主的安排裏面 總會 有原因 去安排他們 在 這條 困苦的路上 總會有一些得著 總會有一些領悟 我很相信 我也會有信心 他們會 得到 上主的眷顧 和領悟 但是我們 我會想起 2017年的太陽花運動 台灣的年輕人比我們 幸福很多 2016年的太陽花運動 2017年 太陽花運動 都是 有經過法庭的審判 包括今天 在做立委的民眾黨的 王國昌 還有今天 在 民進黨裏面 在做事的 林非凡 還有當年年輕人的 陳慧庭 等等 20多人 比立法會 佔領 立法會的 被控告的人 更加多 大概是22人 他們被捕 第一 他們沒有被 控告暴動罪 他們大概是 煽惑他人犯罪 煽惑無故侵入建築物 妨礙公務 侮辱公署 以及違反反集會遊行法等等的罪行 那都是一大邏 最後 沒有一個人 被入罪 全部都是被判 無罪釋放 法院的聲明就是 公眾事務表達他們的政治觀點 符合社會利益 港元 就是這樣 所以 我們香港人都要記住 今天 被判刑的這14位人士 其實他們都是 因為全香港人的公眾利益 政府不聆聽香港人的聲音 而才會導致他們去選擇 進入立法會 甚至訪後太陽花的運動 去佔領這個立法會 那麼 但是他們沒有那麼幸運 香港今天的法庭 完全是把公眾利益 置於 道外 也看不到這14個人 當年其實是為香港人捍衛 我們的公共利益 所以這是一個不幸的結果 除了 黃宗堯 孫妖蘭 他們等等人 其實我覺得 有 我覺得我有一個責任 去把 這14個人的名字都讀出來 因為 他們都是值得我們香港人 記住他們 眷顧著他們 記住他們 為他們討告 我希望大家 為他們討告的時候 都會記得他們的名字 跟天主說一聲他們的名字 包括 黃宗堯45歲 被判74個月 港大學生會前會長 孫妖蘭 他判57個月 還有30歲的 劉詠康 他被判54個月 20日 27歲的周嘉誠 他被判61個月 15日 還有廚師的 羅樂申 他23歲 被囚59個月 7日 還有智障青年 何俊賢 26歲 他被判74個月 還有 漸王女村長 不惠芬 28歲 他被判59個月 07日 還有漸王畫家 潘浩超 35歲 他被判63個月 還有地盤工人 沈敬樂 27歲 他被判55個月 15日 還有 吳之勇 28歲 被判80個月 還有 范俊文 民怨 31歲 被判61個月 15日 還有林錦溫 28歲 他被判82個月 是14個人裏面最重的一個 還有兩名 脫了罪 但是都被判 進入或逗留在會議 廳範圍罪成的兩位記者 包括成大編委的記者 王家豪 24歲被罰款1500元 還有熱血時報的記者 馬啟聰 32歲 他被判罰1000元 希望大家記住他們的名字 我們仍然會繼續 等待每一個人出來 雖然時間是相當漫長 但是至少一件事 他們看到他們的終點 終點可能有點遠 但是我知道他們仍然會繼續努力 不會浪費每一天 向著終點去進發 我們唯有在案上 等他們過來 接他們 給他們一個擁抱 祝福他們 為他們託告 速估旯 集中 完成 球 失蹤 劂